在传统的糕饼中注入新的元素 以新的行销模式 让年轻人更喜欢传统糕饼 一直以来是我最大的目标 一位致力于把传统糕饼 做成时尚风味的年轻糕饼师傅 以他过人的创意 做出一个个老人家爱吃 年轻朋友更爱吃的美味点心 不只成为人气网拍美食 还多次成为新店十大伴手礼 究竟在他背后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呢 快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新店 要介绍一间超人气的糕饼店 据说他们的糕饼在网路上是抢翻天 我好有想的我肚子就饿了 现在我就要好好的去大吃一顿了 布置得非常俏皮的糕饼店 到处可见可爱的公仔图样 与逗趣的礼盒设计 充满年轻世代的幽默感 如果不说 可真猜不到这家店 其实是卖传统的糕饼 这柜子里的糕饼每一个看起来也都太好吃了吧 我一定要每一个都买一份回去 不过你们知道吗 这间的老板周大哥啊 原本一开始可是没有打算要做糕饼的哦 其实啊小时候真的非常喜欢玩 不喜欢在家里做事啊 所以只要一没有做事 我就会跑出去玩 非常都会玩得非常脏才回来 因为啊每当我不出去玩的时候 爸爸总是会叫我在家里帮忙一些事情 原来周刚毅的父亲 是一位传统面包糕点师 在新店西附近 开设了一家面包工厂 替各大面包商家代工 以制作传统的糕饼为主 从小周刚毅与哥哥 便必须在店里帮忙 小时候啊就是心里会有点不平衡 因为家里是开面包店的 那只要每当放学啊 或者是只要暑假的时候 爸都会很早叫我们起来 那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别的同学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回到家就可以看电视啊玩玩具啊 就告诉自己说长大以后 千万不要从事糕饼这一行 这一行实在太辛苦 为了逃避做糕饼的生活 周刚毅决定进入电子科系就读 然而他却发现 忙碌的工程师生活 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啊 因为我念的是电子 那可是一直觉得说 电子这个工作啊 就是比较刻板 所以我还是很喜欢 回到那种自然淳朴的生活 所以才毅然决然说 回到爸爸的工厂里面 然后同时也帮哥哥的忙 不喜欢说谎忙碌生活的周大哥 就这么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赚取百万年轻的机会 回到熟悉的环境 重新实回制作糕饼的生活 而且周大哥发现 原来自己一直喜欢制作糕饼 其实做糕饼啊最大的成就 就是在于消费者的肯定 从我们一开始挑选那个原物料 跟一些选用一些比如说 你要选用的是台湾在地的食材 还是一些可能纽西兰进口的奶油 那从挑选的食材过程中 我觉得都是除了满足消费者之外 也满足自己的成就 于是在周刚毅的努力之下 他考取了烘焙最高执照 西饼蛋糕以及正照 但是比起帮忙爸爸做糕点代工 周刚毅更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品牌 做专属于自己的商品 周大哥这是你们最早的商品蛋黄酥 对啊这是我们的蛋黄酥 那它的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们这个蛋黄酥非常的特别 最主要从里面的鸭蛋 我们鸭蛋啊其实现在很多 都是用化学方式去腌制的 可是我们这个鸭蛋啊 还特地选用嘉义蒲子的蛋黄 那它通通是用红土腌制的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柔软 那再来是它的豆沙 我们都使用万丹的红豆 那再用其实我父亲做馅料啊 已经有二三十年公司下去做 那表皮啊我们总共用六四层 所以它从亭线到蛋黄 都是我们一心打造的哦 你可以试试看看 哇听起来这颗蛋黄酥 就非常的不简单耶 我当然要马上就来试试看了 你看光这样子看 它的层次分就非常漂亮 对不对 它外面超酥的耶 表皮 对啊 而且它的蛋黄真的很香 吃起来不会很腻 其实我们在馅料部分啊 我们用了很大量的 日本的海藻糖 去取代传统的砂糖 让现代消费者啊 可以吃得更安心 然后吃得更放心 公司也不会有多余的负担 但是 喜爱创新的周刚毅 并不只以做出美味的传统糕点为目标 而是更想做出独创的糕点 就在这时 一个浪漫的机遇 预议出了它最轰动全国的人气糕点 民国97年呢 周大哥与女友黄小姐 一起到日本去赏樱花 见到樱花洒落的美丽景色 在当时 女友马上脱口而出 说出了一句话 只要把樱花加入饼里 我就嫁给你 也因为老婆这句话 我花了好多的力气 找到日本的樱花叶 加入了饼中 但是如何做出有樱花浪漫风情的糕点 却让周刚毅伤透了脑筋 一开始我们试了一些火山豆 杏仁果 可是我发现这都不适合 后来我就试了蔓越莓 因为蔓越莓本身酸酸又甜甜 然后又加上樱花叶 又有点带咸咸的味道 它非常适合 就是搭配这个樱叶的味道 就好像恋爱中的滋味 然后我们就用这三个元素 放入了饼中 做成了我们现在的樱叶酥 它不像一般的酥皮类 它比较传统 它有一些比较时尚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也很好吃 感动于丈夫的用心 在樱叶酥做出的那一年 两人便步入礼堂 成就了樱叶酥的浪漫神话 这个酸酸甜甜的荫叶酥 是传统的糕饼功夫 结合了年轻人的口味 不但牵起了夫妻的姻缘 还是网路上的人气商品 更荣获98年的十大伴首领 所以周大哥就决定 要开设属于自己的尸体店面 一开始我们都是做网路生意 可是在民国99年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试试看做实体店面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了 第一间的实体店面 那一开始爸爸跟哥哥都 就是没有非常的赞同 可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我一定要试试看 我认为我自己一定可以 自网牌市场窜起 决心经营实体店面的周刚毕 却面临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到底他面对了什么样的低潮 他又是如何突破困境 做出一个个网路超夯美味糕点 精彩内容 别转台哦 然而创业的艰辛 却远超过周刚毕的预期 虽然曾融合伴手里的光环 但在竞争激烈的网路拍卖市场中 一旦缺乏行销 便很快会被潮流淹没 店面也因此客源逐渐稀少 令周刚毕饱受挫折 一开始其实我非常信心满满地 开了第一间店 那可是我没有想到说 原来其实开店是这么不容易的 那段时间是我们非常辛苦的一段 我们曾经其实一个月 只收了一张网路上的订单 然后就是店面的生意也不好 那同时间我又生小孩 那所以说其实开销非常的大 那时候我的朋友都进入了电子业 其实他们的待遇各方面是非常游我的 那爸爸看我这样 也觉得说我这样非常的辛苦 那不如说回到他的工厂来帮忙 那我自己也一度的去经营上的压力 然后希望说 是不是应该是真的是当初的一些梦想 其实是要被幻灭 然后回到爸爸的工厂帮忙 虽然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但在周大哥的身后 始终有一双坚强有温柔的手 在背后支持他鼓励着他 也让周大哥的坚持 结出了美丽的果实 其实我能做的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就是鼓励他 那陪伴他 我觉得他很有他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身为他的太太 我觉得我只要就是告诉他说 现在一切都很好啊 我们只会越来越好了 眼见妻子如此相挺 周刚毅决定奋发努力 积极参加许多补助计划 并多方研发各类产品 在他的努力之下 本来一度支撑不下去的店面 终于再度屡获奖项 登上网络人气美食宝座 二度拿下新店伴手礼大奖 到底周刚毅研发出什么美味商品 快跟着李懿进厨房一探究竟吧 周大哥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们在挖芋泥球啊 就是让芋泥成型 芋泥球就是这个吗 对 没错 看起来超好吃的耶 对啊 我们这都纯天然的哦 其实原料很简单 就是芋头加上鲜奶油 对 所以等于就是整个 像等于是一整颗芋头加上鲜奶油 直接把它做成泥状 然后让它现在变成这个样 就是一个少女的 对 这个连我女儿都很爱吃 这个其实非常适合小朋友 因为它本身非常地天然 也非常地健康 周刚毅所打造的芋泥球 是选用台湾最美味的大甲芋头 搭配浓醇的鲜奶油所调制而成 鲜甜绵密的口感 老少咸宜 被网友公认是最美味的芋泥球 你这样讲这个手不要再接吃 好绵哦 对 这个里面的质地非常的细 所以我们蒸煮的过程中 虽然它棉 可是我们还保留里面的颗粒 对 我这样讲 虽然它棉了 可是其实里面吃得到一点点颗粒 而且颗粒不大 所以你刚才说适合小朋友吃 对 因为它颗粒是不大的 对 而且因为我加鲜奶油的关系 所以非常的滑顺很顺口 对 没错 重点是我觉得其实你的商品 其实都不太甜 对 就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东西都要符合健康的 养生的概念 不能加太多的甜 对 除了这两项人气商品 周刚义还有不少结合时尚 与传统的新潮糕饼哦 李雅 我请你吃吃看 这我们的很特别的产品 这叫做香草乳酪酥 香草乳酪 这听起来名字就很特别 对啊 这个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使用这个乳酪 加上德国进口的香草酱 它吃起来非常的特别 口感很松软 我请你试试一个看看 好 你看 这里面黄黄的都是乳酪吗 对 那都是乳酪 所以香草应该是加在这里面 是融合的对不对 对 没错 试试看 哦 这样子闻就 我觉得其实香草味 反而滴乳酪味要稍微浓一点点 对 那个香草好像是从灰锅进口的哦 我原本以为味道会很重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怕那个乳酪的重口味 所以我也很吃进去 我会以为乳酪的味道会怎么冲到我的冰箱 但没有 它乳酪味其实是淡淡的 而且你嚼下去之后 再吃一段时间 那香草味才会慢慢地晒出来 周刚毅的创新糕饼 替传统的味道注入年轻人的style 不只如此 周刚毅还会随季节 制作各种创意传统点心 诸如芒果烧 元宵 巴掌包子 以多元的商品 抢攻大众最挑剔的味蕾 其实周大哥 我觉得你们很厉害耶 因为你的口味那些 其实都蛮创新的 而且做出来的味道 又蛮符合现代的和一般大众的 对啊 我们平常在研发方面是怎么样研发 其实我们公司人员虽然不多 可是每当有一些新产品 在生产的时候 我们都会大家一起做讨论 除此之外 为了营造品牌的特殊性 齐聚代表性的设计 也是不可以缺少的喔 大家知道吗 这间充满年轻风格的传统高品部 它的包装设计和公仔 都是出自周大哥的妻子之手 当初设计公仔的灵感 都是来自于产品的本身 那我会用产品本身的调性 去做它的改变 所以当初比如说 像设计营业书的部分啊 我希望它活泼 可爱 俏皮一点 所以我把它画了比较 跟产品本身要有圆圆的脸 那它比较活泼 可爱一点 所以我把用樱花叶的方式 把它装饰成它的头发 那一样保留它原本 原本上面产品本身就有的核桃啊 然后衣服本身也都接近 树的 樱花树的颜色 不只如此 周刚品店内所有的商品照片 全是自己拍摄 再交由妻子后制 在夫妻联手之下 符合潮流的传统创意风格 也成功将传统糕饼的美味 打住年轻世代中 在做这个糕饼的这几年当中啊 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一代啊 赋予的责任跟义务是怎样 让传统的糕饼的精髓 能够传承下来 那从这个传统的糕饼啊 传承下来之后 我们怎么去加入现代的 新时代的一些文化啊 或者是包装啊 把它更发扬光大 我认为说这是我们这个 年轻族群应该做的事情 把父亲的记忆啊 一直融合的传承下去 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啊 也可以把这个记忆一直发扬光大 一刻原本不想从事高饼眼的男孩 最后竟然以意想不到的方式 继承了老爸的传统糕饼店 并独特的创意 带领着老爸的传统走向年轻的世代 虽然看似反骨 但其实包含着亲情与历史的延续 未来希望周大哥 可以烘焙出更多独特的糕饼 让传统的美味 能够以崭新又时尚的面貌继续流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